極地漩渦帶來的寒流持續 嚴寒天氣繼續籠罩安省大部份地區 多倫多今晚更有機會突破四年來的最低溫紀錄 胡曉琳的報導 今日中午大多倫多地區的溫度 徘徊在-20度上下 但體感溫度低至-30多度 雖然今年的最高溫度為-13度 但寒流仍未完結 今晚最低溫度預計跌至-22度 有機會突破至2019年1月31日-22.8度的最低溫度 不過溫度後會逐步回升 星期六日間預計最高為-3度 而星期日和星期日有望回升至零上水平 皮爾遜國際機場管理局表示 嚴寒天氣會影響地勤人員工作 提醒乘客要有耐性 有流浪者關注組織表示 多倫多市的四間避寒中心昨晚有兩間或以上爆滿 近狠新頓市場的Sexcel社區中心 今星期將禮堂改設為臨時避寒中心 主觀表示由星期一晚7時開門 到9時半大約30個床位已爆滿至今 市府雖然未有直接證實 但表示已向所有避寒中心下令 不能在嚴寒天氣拒絕任何到訪者 以及為市內增加432個額外床位 以應對嚴寒 但有議員認為 市府應該投意更多資源 在冬天無間斷營運24小時避寒中心